在過去三個月我們錄得的輸入個案之中 未有接種新冠疫苗 而確診的人數和已接種疫苗的確診人數 去大家做一些比較 未有接種新冠疫苗 又確診了 這個佔種人數是0.63% 已經接種了新冠疫苗 而又確診這個就是低一點 佔已接種新冠疫苗的總人數是0.23% 我們亦有參考海外的一些研究 亦顯示已接種新冠疫苗的人士 較少機會染病 亦可見新冠疫苗對預防感染變異病毒株 亦非常有效